就是这一次呢 这个马英九在参与这两天的行程当中 国台办主任宋涛是全程陪同 蔡委员 这个是表示习近平对于马英九的重视 所以他底下的这些干将 这个宋涛等等 就会用更高规格的这个礼数来接待 比上一次 有着去年礼数规格更高 因为去年不管怎么说 毕竟是私人形成的性质比较高 因为他回去祭拜他祖父 那这个就跟整个公共气氛就比较没有关系 那今年不是 今年锁定的是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去祭拜皇陵 这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议题 在台湾内部包括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逐渐的极难听得到说 愿意自称自己是中国人 那马英九这一波去的时候祭拜皇陵 简单讲他就是在皇帝老爷子的面前承认他是中国人 这个是很重要一局 所以大陆的老百姓应该也会很开心有这么个动作 那接着去北京 认证你是中国人以后就可以去北京了 那北京习近平来接待你才会师出有名 所以在事前有这样一个安排的话 那么老朋友见面之前就会请他的助手们 好好的这个对马英九 这个彬彬有礼 所以是礼数是高度的一个周到 那马英九投桃报李 这一次特别的提到的所谓反对台独 我好像上次强调九二共识 什么时候听过马英九反对台独好像没听过 好不论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 就九二共识 但他从来没有讲过反对台独 这一次是九二共识又讲了反对台独 所以意义又不太一样 那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这个是马英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 那我相信习近平一定也要借助于跟马英九会面的机会 那像台湾像大陆像全世界传达一些他所想要传达的讯息 那我认为就是再强调一次 这个他要以最大的诚意 最有耐心的等待 然后最诚恳的心情来处理两岸问题 但是不排除如果台湾激烈的走向台独 要用武力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要等于平衡目前大陆上高涨对台湾的敌意 看能不能透过这样的东西来游手安抚 那对于台湾的内部 就是一些逐渐的倾向于比较 所谓的亲美远中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启发的作用 好 这个我还一直以为马英九就是坚决反台独 但是这个委员刚刚说他没有说过 不过委员我给您报告一下 因为刚后来我们听到有个最新消息说 今天去陪赖清德去看横山指挥所的是李仲威 所以大家就会好奇说 所以是不是真的他就是要接国防部长 当然这个招子最后还没有公布 所以只是先跟大家说 今天有这么最新的消息 因为军队里面这种继承的学长学弟的体制 赖清德要破坏的话 他自己就要承担责任 那我们看到这次比亚迪副总裁 亲自负责接待马英九一行人 参观最新的科技技术 马英九当然对于比亚迪很多的好奇 然后还问第一部充电可以跑多久 有没有山寨比亚迪呢 还有什么 为什么还有人在用油车呢 那么国台办主任宋涛说 有人因为个人喜好 那马英九说比亚迪技术别人多久才能追得上呢 人家这个比亚迪副总裁是说三年是没问题的 三年就是意思他们还是能够三年领先 维持三年 但是宋涛呢就是说要有自信啊 永远追不上 好永远追不上 那其实说真的 这个比亚迪大家看过那个车吗 那时候加州州长去的时候 不是看到那原地360度旋转吗 好厉害 马英九也看到了 而此外呢在昨天去大江去参访 结果呢 后来晚上还看无人机的这个灯光秀 也是相当的精彩 但是面对绿委的质疑说 什么啊 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的 你怎么也去呢 这会传递错误讯息 但是肖旭成执行长马上就讲了 比亚迪是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电动车 说西方会有错误解读 这是非常离谱的 这绿委的问题 相信台湾年轻人都听不下去 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吗 年轻人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把台湾闭锁 固步自封的做法 来先请教贵民委员 其实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他去参观这个 他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先不要讲对岸 对我们来讲 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我跟大家报告呢 现在全球呢三大议题里面 今天马英九的这个呢 含了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AI AI呢我们知道这个腾讯 我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那个那个专门在讲 就是关于这个AI的部分 法令的规定 那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连欧洲都自成 他追不上他们 所以刚才这个宋涛在提到说 要有自信啊 不是只有三年 他是他跟现在目前的实际状态呢 他是一个事实 他是在陈述事实 所以他这一次 你看像无人机的部分也是啊 他是用控制的啊 他也不是用人啊 然后像电动车的 他也是啊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一次的 他这个行动呢 而且带的是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去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含义呢 他并不是只有在参观对岸最优秀的这个科技而已 而是他让我们的年轻朋友呢 他有一个未来感 因为你知道在AI的时代啊 这个别人讲的 不是我讲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在AI时代呢 如果你不能够是在餐 你不能够是坐在餐桌上的人 那你就只能是别人的dish 只能是那个菜色准备让人家吃的而已 否则的话你没有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年轻朋友呢 借由 因为我们很坦白地讲 在这个阶段 这个技术领域上面来讲呢 这个阶段 其实中国大陆呢 在AI的发展上面来讲 他是超越我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话有Google 有Meta 对不对 然后有OpenAI 可是在中国大部分他有腾讯 有阿里巴巴 然后他有这个百度 所以他的发展 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 能够跟两岸之间 能够携手合作的话 我们的年轻朋友 不会对未来变成没有希望 然后选择躺平 所以他的含义 其实是非常非常深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当然我们就提到一般的 这个政治上面的讲说 大家觉得说 马英九这次去的时候 不是连 大家在批评他怎么样子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他有没有在乎别人的批评 没有 他在乎的是说 当别人都不愿意做的时候 我来为国家 我来为这个两岸之间 能够避免他的伤害 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要为两岸做点事 对 要为两岸做点事情 那别人就问说 那为什么不是国民党党主席 为什么会其他的人 为什么会是马英九 但你要看到说 当一个人 他是不计个人的 这个被毁育 然后他愿意承担 然后愿意带着年轻朋友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这个时刻 我们知道 以前我记得在节目上面 不是有提到说 这个两会的时候 怎么没有提到和平 只有提到统一 然后最后面定调的时候 提到这个和平统一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对岸也是 释出来一个善意 我觉得当别人 递给你一个橄榄枝的时候 你应该在适时的时候 接下来 然后也释出自己的善意 好 上市怎么评价 首先我们现在 为什么去看这些地方 大疆 比亚地 然后还有腾讯 事实上这三个地方 是台湾年轻人非常熟悉的 要知道3C产品无国界 也就是说 大疆当中只要是无人机的 腾讯 你知道腾讯有多少款游戏 全台湾当中 打游戏的年轻人 日以继夜的在玩吗 腾讯 你以为都只是微信 腾讯是全中国最大的游戏商 OK 那么另外还有包括像比亚迪 要知道电动车 无论现在很多的技术 然后比亚迪 很多厉害的新车 像我自己也知道 因为像这些地方 因为我自己也通财在做一些 两岸的产业财经的评论 所以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而我的熟悉 包括投资者 台湾的投资者也很熟悉 因为他会联动台湾的股市 年轻人更熟悉 我举个例子 我这次我没有要推荐手机 我最近才刚才 在大陆买了手机 因为我在台湾 看到很多年就在讨论 所以我到大陆 刚好这几天 我就托朋友赶快买 买了之后才知道说 台湾是3月25号才开卖 我就现在就买到了 所以我才刚刚说 我买到了 我是意外买到 我就是个傻傻的老人 所以一大堆我的当中 比如连我当中年轻人 就一直来追问我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去的地方 不需马英九要看 是他带的这些年轻人要看 而且过去这些在台湾 是产业的 两岸财经的 国际当中的 可是他第一次 让他具实的渗透或扩散到 要像马英九这样 政治人物去把玩把玩 我们看他的一些 球球的样子还蛮好笑的 另外可是随行的年轻人 就可以亲身感受 这些台湾大量的年轻人 在意的 每天在玩的这些东西 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台湾年轻人 可能比马英九还要熟 这些企业 当然当然 这些企业熟死了 那这些绿委讲这种话的话 那年轻人 台湾年轻人 那些绿委都搞不清楚年轻人 你知道大疆只要在 台湾有多少人玩无人机 你只要玩无人机 大疆的无人机 有多少的梦幻款 我自己问是没空的 我也是梦幻不得了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 我们在仰望大陆基础多有 而是这些当中 其实在 我们在政治是鸿沟很大 现在这个立委当中 也用美国当中 去牵了鸿沟 可是实质上 在年轻人的生活里头 年轻人的好奇里头 手机这种来来回回 这个东西 其实早就是没有国界的 而且此外 要特别注意到一点 我觉得现在是 马英九这次去的部分 就像刚刚委员讲 我非常同意一句话 打动我的部分 就这里头也包括 安抚大陆人的 这样子的意义 我们讲最近 《周楚除三害》这部电影 其实为什么大陆 引起那么讨论 明明是一个香港导演 在拍的 里头又看见黑道杀来杀去 到现在为止 不要说我们在台湾 连大陆的影剧圈的人 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部片子 杀来杀去的片子 黑道蹦蹦蹦 还有里头邪教的东西 能够过大陆的审查 搞不懂啊 可是最后 其实你当时听说 因为里面的 有关于邪教的这件事情 是难得有电影触及这个题材 因为中国大陆根本没有人敢拍邪教 因为他在批判那些邪教啊 对 所以某方面就是利用这部电影 小部分的能够做一些 因为中国大陆的邪教问题非常严重 利用佛教 道教 民间信仰 几乎到天主教 上次邪教的非常非常多 更不要说还有他们要打的法轮功 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蛮有这次去 于是他用这部电影来安抚或教育大陆人 中国大陆现在非常懂得官方非常懂得 利用一些元素 比如马云九这些去 好像是两岸和平的意义 在台湾解读 可是大陆其实是一个立体布局 就像刚刚蔡委员讲的 它的战略性当中已经难以想象 所以这次马云九去 当然有两岸和平的意义 我们倒推回来 因为去年马云九 11月到我家的时候 当时告诉我去五月底 而且我刚刚讲说 我就为了要报名去 我当时跟他讲 可是后来就会大提前 我必须得说真的是提前 因为五月之后 习近平有非常非常多国际活动 可能出访法国跟等等的 所以只有四月这样子的一个空档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有很大提前 所以在三月的两会 大概结束前后当中 就开始做非常深的讨论 包括他的行程安排要看什么 大概整体是这样子 就我了解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大陆也非常了解 除了两岸当中的意义之外 马云九到中国大陆 而且马云九长相就是个万人迷 众所皆知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续一个 现在的政治人物了 在位政治人物 可是这里头在舒缓两岸 包括刚提到的中国人 自己去自我叙述 就皇帝这个东西 以及马云九也很好奇 这些全中国现在在全世界 最理解的产业 对于两岸年轻人 包括台南年的好奇的教育 以及刚刚讲安抚大陆人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非 对大陆我也说 马云九把你邀请来 有太多的意义 太多的面向 同时被满足了 就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觉得最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在这次 我看到马云九 整个行程 所经之处其实有蛮多 尤其是在昨天 看那个无人机秀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在跟随 就如同在去年 其实他跟校园 年轻人在对话的时候 也是很多年轻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